台積電能不能救台股呢 現在有兩種看法 有一種是說 我們明天就靠台積電 台積電只要釋放 利多消息就有機會 激勵新鮮 而且短線跌生了 就會出現比較大的反彈 這是一種聲音 另一種聲音是 大家都這麼想 萬一明天沒那麼好 就算他不是利空 沒有那麼好 那是不是會引爆更大的賣壓 對 不過我們先看一下 TSMC的這個兩大客戶 昨天在美國股市來標得很兇 超微就是剛才吳總講的 這個MI300 哇 需求很旺 那華爾街的分析師 把他的目標價大幅的提高 那你看巴克萊 現在從120美元提高到200美元 難怪昨天就大漲了八個百分點 那菲達也同步的大漲了三個百分點 那這個股價是563美元 續創他的歷史新高 那我們特別講一下這個超微 超微有46位的分析師長期的追蹤 那他的這個現在中間值的這個目標價 一個月以前是130 現在提高到145美元 大家都看好嘛 高票出現的這個大漲 不過還是要回來 TSMC本身 那現在在華碩會之前 所有的外資也一致看好 都調高目標價 現在就是我剛剛就說兩種聲音 一致看好嘛 所以明天釋放力多 就激勵信心 但是有可能一致看好 明天沒那麼好 最後怎麼辦呢 來我們來看現在 美銀高盛小摩野村大摩 他們都一片看好台積電 目標價最高來到760 甚至有最樂觀 最最樂觀的看到880 大摩說我一般看688 但是樂觀情境 我我模擬到880 還看到880 對 這個阿關講到一個重點 其實你冷靜的思考 選後跟選前 大部分的法人分析師 應該是看錯 我客觀來講看錯 所以在關鍵的事情之後 通常都會跟你先前的看法 因為這個太擁擠的交易 大家都一致看多 目標價都定那麼高 這個交易太擁擠 所以我也認為 大家還是要提防 這個法說會之後 TSMC可能不見得會那麼好 那我們來預估一下好不好 明年法說的重點是哪些重點 那麼市場怎麼看 對 我們看幾個例像 第一個就是這個低劑 這個營收是淡季不淡的 大概估計是180億美金 大概5700億的台幣 季減只有6到8% 這個我補充一下 2023年的Q1 就去年的Q1 營收是季減18% 所以你可以看2024的Q1 只有季減6到8% 的確是不錯了 但是因為現在先進製程的 那個產量開出來 還有責讓的問題 你有台幣的升值 所以大家比較沒有保握的 應該低劑的毛利率 我們基本上以51% 公司長期的目標是53 那不可能 51%以上就過關 但是萬一出現了50.5 甚至更低的話 那就會失望 肯定有台幣 一定 因為 但如果來到52% 那就拍拍手 那好啊 51以上就OK了 那重點是 我們要看長期的 其實美國半導體產業賢慧 SIA說 而這個2024年的話 雙位數的成長 那去年是各位數的下跌 所以大環境是好的 但是資本支出還是有一個問題 現在除了COVAX以外 那個設備廠的股票 也不要太早了 為什麼 很可能 2024年的資本支出 越降到280到300億美元 年減大概6到12個趴 12趴 就萬一是這樣的話 四年來最低 也變成說只有設備 只有COVAX的這些好 幾次進來 他沒有特別好 那這個也會影響 那一部分的股票 好來 吳總們要補充的 第一個我們來看 台積電以基本面來看 他是很好的 所以明天應該基本面是好 對對 非常好 但是剛剛蔡總講的 隱憂就是毛利率 毛利率還是你比較擔心 主要的原因是 他現在資本支出會越來越大 當然今年 他可能還是在三百億左右 因為他大概今年的四五月左右 他的兩奈米在那個新竹寶山 寶山的一場 就要開始裝機了 那麼一裝機就是整個設備 那一起台積電的兩奈米會在明年就開始進入量產 那另外一個方面 他台積電有幾個好的部分 就是說三奈米原先去年大概只有蘋果 這一個大客戶 當然還有一些小客戶 比如說做挖礦的 這些客戶 因為挖礦的 他們要用最先進的製程 比如說比特大陸 這個就是台積電 一項先進製程 挖礦的公司 他們經常都會採用 那麼三奈米 今年很多人會進來 就剛剛我們有提過 有媒體說英特爾會超車三星有可能嗎 英特爾 今天有一個最新的報導 談到英特爾有可能超車三星 我覺得這要看怎麼看 因為英特爾所謂的超車三星 我覺得如果以經驗代工面來看 是還不置疑 因為經驗代工面 那但是他現在是 英特爾現在是把這個事業部分開 就是做設計的是一個事業部 做生產的是一個事業部 然後也就是說設計的公司 設計的部門 他們可以找自己內部的 內部公司的製造 去製造 當然還可以找外部 比如說找台積電 甚至找三星 那麼台積電新的 比如說英特爾新的這個CPU 他很多部分 都是用台積電的IC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今年就是說三奈米 英特爾也是他的客戶 Apple我們剛剛講過 NVIDIA MTK高通都會是他的客戶 所以台積電今年的三奈米 整個產能利用率會飆升到八八八十八九十八左右 這個對於他整個這個營收是有很高的向上 好看來臺積電沒有悲觀的理由 我們來看一下臺積電的股價 我們從日K線的角度來看 臺積電算是在大盤大跌的過程 撐得非常好 台積電收在五八一 那麼不管是蔡總還是吳總 都對明天法術會還是持比較樂觀的期待 所以大盤我不敢賭 但我可不可以賭賭台積電 就可不可以壓寶台積電 各位怎麼看 請舉牌 台積電各位怎麼看呢 要不要做多台積電呢 雖然明天就法說了 但明天早上下午 下午訊息才釋放嘛 所以明天早上還有機會 來要不要賭一賭呢 兩票差 兩票圈 一票在中間 木花為什麼可以差 基本上大盤疲弱 外資要提款 就算台積電給出的法說 成績很好 外資也不可能不賣他了 就外資要提款 他提款的股票 大摩都看到880還賣嘛 那是長期目標嘛 他沒有說今天就會到 那大摩也看880 也有其他投資機構看更低價 所以基本上我們看台積電 法說我覺得明天關鍵在哪裡 關鍵不是在去年第四季 去年第四季不管毛利營收 都已經是定案了 重點在他怎麼看今年 包括魏哲家怎麼看 這個全球的半導體 今年的成長率 跟台積電自己本身的成長率 包括營收的 今年的增長的一個目標 還有他的這個毛利 今年的一個range 就是他給出下一季 今年第一季毛利的range 還有就是說 他在資本支出的部分給多少 因為資本支出去年一再調降 大家都覺得說台積電 一再調降資本支出 就對整個景氣沒有信心 如果說他今年給的資本 資本支出不如預期沒有到三百億美金 甚至有外資機構 你剛剛講說大摩看好 那問題是高盛給到250億的一個 今年資本支出目標值 他給的非常的低 不是 那他這樣資本支出 是哪一個廠不想蓋了嗎 還是怎麼樣 他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景氣不好 所以說他在建廠進度上 他故意有一些某種技術性的 對 拖一點時間 然後另外他就是說 用舊的機台去裝在這個新廠 就不要買新的 對嘛 你看到台灣這個去年第四季 半導體設備的進口 進口的總值是大幅的衰退的 這就是你可以看出來 整個半導體景氣是沒有那麼好 那剛剛講說產能利用力的問題 所有法人都有台積電 從成熟製程到先進製程 那個產能利用力的Excel表 每天都可以看得到 他最新的產能利用力是多少 然後這些表也都會傳給記者 所以記者也都有 跑半導體的記者都有 財電最新的產能利用力 每一廠的 他每一個FAB廠的到底產能利用力是多少 都有 明明確確 那基本上是這樣子 今天電子時報已經率先放利多了 全面產能利用力回升 那預期已經是這樣的心態了 那既然說產能利用全面回升 這就不會是利多了 對股價也不會有支撐 因為大家知道的利多就不見得是利多 所以說這兩天台積電股價能撐 就撐這些因素 都怪電子時報 所以法說會結束之後 我跟各位報告 法說會結束之後 我覺得就算是利多 利多出進的這個可能性 也非常高 那再加上現在盤不好 其實我覺得台健是一家非常優秀的公司 我們並不是看壞他 只是說現在環境面不好 再好的公司獨木也難稱大樹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並不建議大家看到台健 如果是法說會的情況非常好 就衝進去買他的股票 要買也等他拉回再說